在我身後這兩棟 相信是很多Polyon都很熟悉的VA和VS 這兩棟日富士 連同芳樹船堂和奇廉和游泳池 即將會面臨重建的命運 為應付醫療科需求而興建的新大樓 預計會在2030年完工 今天要來拍片記錄一下 這些幾十年歷史的集體回憶 歡迎收看《騰你騰去》 我是基騰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我like 是不是subscribe就是你喜歡 當然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去吧 其實我讀U頭的三年 都沒有特別去VA 因為其實我是沒有朋友的 所以就很少讓人吃飯 都沒有加入那些什麼什麼 所以就很少去 我最多都是去七仔買東西 我現在身處的少爺夫樓 其實當時還是叫做香港理工學院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第二期校員發展計劃入面 所興建的原生中心 Community Center 這個在1978年鐵幕的建築物入面 其實包含了康體大樓和體育館的 而它在1986年就明明為少爺夫樓 The Shaw Amity Building 在我身後就是福記 福記是一家士多利 裡面會有零食 文具等等 上當年我剛入住的時候 都給過一次SU錢 但因為我不知道SU卡是給我拿的 因為進去給錢 我記得是要展示SU卡 所以我跟同學入過一次 我就沒有再進去 在我身後這個福記一直直行 就會去到VS 也就是少爺夫體育館 還有它是跟方樹全堂相連的 走過這條這麼長的樓梯之後 轉左就是體育館的入口 至於轉右就是舊劍的入口 不如我們不說舊劍住 去到體育館旁邊的方樹全堂 我在方樹全堂也有些回憶 上當年我第一次學生 就是考電腦 我是不懂電腦 所以是C Plus 因為4EU 就要求我們每個學生 都要上一個學生的體育課 我的小小小強 當然是選擇不用跑跑跳跳 我就在這裡找到 射箭一定不用跑步 亦都不用跳來跳去 因為你是站著射的 所以我當時也是在方樹全堂 這裡上過我一個射 都不算悲慘 但我不是很享受體育課 這件事 上了整個射網 都有10堂的射箭課 至於體育課 只有PASS和FAL 一定是PASS 這樣就可以了 對嗎 講到舊鏈 這四年內 我想不吃多過20次 因為我頭三年都是沒有朋友 那為什麼最後那年有呢 因為我在泰國做委員會 當時認識了幾位朋友 當中我兩位都是讀POLI 而後來熟下了 那我今天就跟他們一起去吃舊鏈 這裡就是傳說中的舊鏈 每次都吃兩宿飯 是呀我記得有這個 我記得我吃過那個酸辣米線 但我記得味道是很普通 已經買完了 這些類的 你知道嗎 其實以前不是買了票才買東西吃的 那是怎樣的 其實我沒有以前的東西 拿了東西吃才去計算 即是新劍的感覺 新劍反而去多些 我新劍應該去過20次都有 我整個每一堂 都一定跟一個同學 一起去那個CAN 因為他都不想上課 我又不想上課 然後我們就去新CAN那裡吃東西 很厲害 那時候很厲害 很厲害 看來Grace熬底 不是很想吃這個 我是你 我OK 我覺得好像不太好吃 雖然我們臨時縮山 不是很想吃舊鏈 但我想拍一個泳池給大家看 對 到了今天 波利宇已經不再承認這個 接近半個世紀歷史的 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 在這裡剩下的 就是少許的塞藥痕跡 在這裡剩下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